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出后 震惊了全中国 北大学子出家就已经够劲爆了 更让人震惊的是 他还是个数学天才 早在上高二时 他就夺得了2005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循环赛的金牌 一年后他加入了国家队 又夺得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 高中老师盛赞他是领军全国的顶尖人才 随后他被保送到了北大的数学系 进入大学后 他依然一起绝尘碾压群鹰 明阳海内外数学界 2010年临近毕业时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向他伸出橄榄枝 给予他一年七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 别说是中国人了 就是美国大学生毕业后 也极少有人能够一年挣七万美元 麻省理工为了争取他 堪称下足了血本 如同普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 他的父母也激动万分 儿子真是太出息了 又是给他收拾行李箱 又是帮他安排街机的向导 但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 他悄悄地给麻省理工的教授发了封邮件 很抱歉地通知您 我不会成为麻省理工的学生了 您可能会很惊讶 我决定把一生都奉献给佛教 并成为北京龙泉寺的一名僧侣 当父母听说后 立即从武汉赶到北京劝阻儿子 他们坚决反对儿子的决定 但儿子心意已决 争吵也毫无用处 二老深感无助和疲惫 母亲更因此病了一场 另一边 麻省理工的教授被他的行为感动 以激赏的口吻回复道 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认清自己的道路 于是 这名天才少年义无反顾地 败入了北京龙泉寺 把无数人惊地目瞪口呆 柳志宇 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 也许是太过聪明 他在上幼儿园时 竟然就思考起了人生 当别的小朋友都高高兴兴地 捉炸猛时 他总是保持距离 独自转悠 每当夕阳西下时 他无心欣赏风景 而是感觉自己被空虚包围 一下午又过去了 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些什么呢 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想这些大人都搞不懂的问题 自然感到乏味 有时候他会喊没意思 父母都没在意 奶奶更是打趣他什么有意思 他的爸爸是物理老师 妈妈是工程师 都对儿子寄予厚望 深感世俗生活平庸的他 四年级的时候 参加了数学陪优班 从此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 为了考出好成绩 得到老师的表扬 他不看电视 不打游戏 很少交朋友 甚至在学校组织 看电影时做卷子 他也如父母期待的那样 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 在数学方面更是备受瞩目 只是体质有点差 体育成绩不好 体育中考的时候 老师特意暗示他无需担心 结果成绩下来时 他竟然考了满分 由于感觉丧失了公平 对不起其他同学 他想要举报自己 父母听后满脸的惊讶和恐惧 后来 他还是偷偷写了 风逆明信举报自己 再加上其他家长的举报 涉事的考官被处分 他猛然发现 自己和父母产生了分歧 他们所关心的是 我的前途会不会受影响 而我所关心的 是一条心灵的出路 接下来的另一件事 更让他对人生产生了怀疑 由于在数学上天赋异禀 他在高三时入选了国家集训队 但日复一日的机械训练 让他的眼睛出现了严重问题 先是发色和酸胀 后来更能看到许多奇怪的图像和色彩 昔日并肩作战的朋友 一个个在残酷的筛选机制中淘汰出局 陷入孤独中的柳志余 愈发感觉不到数学的乐趣 这么天天做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他于是对校长说 我个人不需要这块金牌 而你们一副中需要这块金牌 校长听后大惊 赶紧联系数学教练 最终在教练的开导下 柳志余同意继续训练 他再次不负众望 拿下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 成为了三个满分的获得者之一 但他的内心却五味杂陈 他觉得那些一起陪练的优秀同学 虽然十分努力了 但在奥赛的道路还是被淘汰 他渴望能够帮助他们 于是立下了力重升几度沧海的大院 进入北大后 他的眼疾加重 而且对数学丧失了最初的兴奋 因为他深深怀疑 如果我把数学学好了 就能帮我身边的那么多人解决他们的问题吗 大一冬天 他加入了禅学社 认识了一位修佛的师姐 善于倾听的师姐 让他飘灵的精神得到了久违的气息 在师姐的引领下 柳志宇渐渐对佛学产生了感情 一年之后 他和师姐一起到龙泉寺做义工 看到僧人整齐地走过 那一刻 他突然下定了出家的决心 认为佛学才是最理想的道路 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故事 北大数学天才顿入龙泉寺 引发了社会的轩然大波 北京龙泉寺拥有千年的历史 远望红墙斑驳 寺内古树参天 烟霞清静 水月空灵 极具禅意和沧桑感 不时有善男信誉前来拜佛 因为柳志宇的到来 龙泉寺的名声更加响亮 许多人到寺中想拜访他 都统统被他拒绝 当时的他特别崇拜方丈学成法师 几乎研读了所有师父的授课和随谈 在授界前夕 他虔诚地写道 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哪怕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还能为三宝 为师父做点什么 可是难道寺院就给他带来精神的安宁了吗 他翻译了多部经书 最后竟然被师父学成法师霸占了署名 随后 高出尘桓的师父竟然被举报性骚扰女弟子 而寺院方面心照不宣地对这件事情避而不谈 仿佛就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呼吁要跟师父划清界限 并在网上留言批评了龙泉寺 引来了一片骂声 指责他不懂感恩 上山八年的他 最终决定下山 为了度人苦难 他在2015年研习了心理学 试图将心理学与佛学融合起来 如今正好派上了用场 他开始接受采访 在微博上发布内容 并推出了佛系心理咨询 结果被寺院视为异端分子 他的佛系心理咨询颇受欢迎 有不少人发出邀约 如今直播爆火 他也开始做起了直播麦克 近日 柳志宇在余敏红直播间宣传新书 人生每一部都算数时 还提到自己已经结婚了 对于他来说 无论出家或是还俗 在佛门还是在家 都是一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 恋爱也是一种修行 关于柳志宇出家 历来有不同的见解 有些人直接指出 这是北大的严重失误 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 中国不缺少修为高深的僧人 缺的是亚里士多德 牛顿这样的科学巨人 高等学府是培养国家栋梁的地方 是为了让你在入世后 有一番作为 而不是让你消极避世 最终跑到寺院出家 但也有人认为 柳志宇的行为 是在追求思想的觉悟 简直是对社会的一种拷问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 多数人都在追名逐利 极少有人去关注人生的思想和意义 出家是个体对于生命的探索 与其他东西统统无关 柳志宇挣脱了俗世的各种束缚 不该用功利主义去评价它 大浪滔滔 月明佼佼 古往今来 是非功过总是难以评说 即使天上有神仙 也无法左右区区凡人的意志 其实 北京龙泉寺可谓高僧云集 例如 贤威法师是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博士 贤奇法师是清华大学核能和热能物理博士 禅兴法师是清华大学流体力学博士 贤庆法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这些智力超群的人 从小就在学业一帆风顺 让别人渴望而不可及 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下 能上清北的学霸 就披上了成功者的光环 但就把成绩抛开 他们恐怕也是普通人 也会有面对社会的迷茫困惑 于是 他们想找到解决的办法 找个世外桃源 规避风雨 得到心灵的解脱 但是他们真的就可以超脱了吗 其实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如今社会恐怕 也很难有真正的净土了 在龙泉寺的柳志宇 看到佛门的是非时 才真正明白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八年后 他最终还是归于尘世 也要为以后的生存奔波了 如今 整个社会快节奏的高速发展 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 无疑幸免 每个人心里都要受到 各种各样的冲击和诱惑 教育的本质 在于提升自己的认识 在外界与自己的心灵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能面对现实的残酷 又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而我们教育恰恰忽视了这点 谁都要经历人生的魔力 这与智商和分数无关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